日媒,李克强访德欲尴尬默克尔当面讲一事,中共总理李克强日前访问欧洲里联欧抗美受挫,随后访问德国也欲尴尬。 10日有日媒称,当有记者提出德国选择合作伙伴上,更重视中国还是美国的问题时,德国总理默克尔当着李克强的面说,德国与中国一直存在分歧没有解决广告,中共总理李克强7月9日上午到访德国首都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会谈后,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中德签署了巨额贸易协议。 日媒产经新闻时日报道说,双方达成了总额200亿欧元的贸易合作协议,德国消息称双方的贸易合作集中在汽车领域,包括自动驾驶和电动汽车的研发制造。 同时中德两国均强调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分析认为,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的形式下,德国政府的举动显示出优先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选边站的态度。 李克强在联合记者会上说,推进自由贸易上,中德加强合作的行动必不可少强调中德关系,由此会更上一个台阶不过。 由于在经济和政治上,对中共存在不满德国,依然表现出对华警惕的心态,双方之间存在的隔阂,未能消除联合记者会上。 有记者提出德国选择合作伙伴上,更重视中国还是美国的问题时,默克尔当着李克强的面,强调,德国与中国也存在一直没有解决的分歧, 他还说德国与美国存在问题,但我们不会在这方面与对华关系进行比较。 日媒称中国正在加强并购德国本土企业的力度,立以这个便捷的方式,获取德国先进的技术对此德国政府一场警惕,甚至通过欧盟EU向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华提起了侵权诉讼, 而更令德国感到切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是,与美国相同的知识产权被中共侵犯的问题。 3月美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称,美国经济因为知识产权盗窃而受到的损失,每年高达6000亿美元。 中共是这些问题的主要元凶,美国没收的假冒商品87%,来自中国3月22日美国总统川普,认定中共侵犯美国知识产权, 并签署总统日美年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,征收25%的追加关税。 同时向WTO提起起诉7月6日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第一枪, 次日李克强到访东欧,并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出席新一届与中东欧国家的16加一峰会路透社称, 李克强向中东欧领导人做出两大承诺,一中方会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, 中国的门会越开越大,二中方将降低进口关税,对外国投资者扩大市场准入。 李克强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际,访问欧洲媒体普遍认为中共企图联欧抗美, 实属徒劳路透社称中共高层官员在布鲁塞尔·柏林河,北京的会议上多次提出中欧两大经济体, 结成战略联盟共同对抗美国,中方还许诺向欧盟进一步开放市场, 但五位欧盟官员和外交官告诉路透,欧盟已拒绝了北京方面提出的联合反美的想法, 联欧抗美未成功后,中共外长王毅7月5日在维也纳统劳比利外长克奈斯尔·凯伦·麦索, 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,中共站在贸易战的前沿不希望背后有人打冷枪。 香港明报7月8日刊发社评说,北京必须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战,与欧美贸易战性质不同, 前者是制度之争,后者则纯属兄弟纠纷社评, 认为中共企图利用欧美战时的贸易纠纷,连欧抗美根本是人目求于不切实际。